I want to kick up my shoes and sing the blues Lick up the dirt for my blue Wash my jacket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期是我第一次尝试竖屏拍摄 然后想跟大家录一个很快的 我最近出门比较日常的一些穿搭 就是非常的适合不需要怎么思考 等于说是一个快速出门的穿搭 就是因为我现在也经常会遇到这种 骑士衣服很多 但是不知道该穿什么出门的状况 在秋季还没有入更多非常心仪的单品的时候 利用夏天的一些单品 和秋天一些零星的单品组合起来的 很适合平时大家出门的一些穿搭 那现在这个就是我夏天的时候经常会穿的一个类型 就是白色的短裤加一个衬衫 这种适走的度假的风格 就是有一些藤边的什么的什么的 夏天的话我是喜欢跟我穿的 那转到秋天了之后呢 就需要在这上面做一些变化 因为我不想色系组合太复杂 就想在它原有的这个风格上面做一些添加 所以裤子还是选择一个白色的 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我很喜欢的自带一个围巾的这个针织衫 那换上秋装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针织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倒散脚的身形 就会显得我的头身体会更好一点 就刚好这个衬衫呢 夏天的时候我是敞开领子穿的 那冬天的时候它这个领子和和颜边的位置都是可以露出来的 就刚好会有一个层次 其实这个针织呢它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会把它拉上来一点 拉上来一点之后一边塞进这个裤子里面 这样看起来会更短一些 腿会看起来更长 裤子的话呢就是延续了刚刚的白色的那个裤子 我也选了一套白色的休闲风格的载裤 然后换了一双牛津鞋 这个牛津鞋呢 我也是觉得比较适合学生啊 日常出门穿搭 跟这一身的风格也是搭配的比较学生系 那这一身呢整个就比较适合学生和比较文艺风格的女生 日常出门穿搭呀 因为整个裤子啊衬衫的设计版型 对于身材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在穿搭上没有什么门槛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针织的选择 因为我这一件自己它本身是稍微紧一点的 不算合身 那如果是很紧身比较短款的针织的话 就不需要扎进去 就让它直接这样紧身的穿着 那如果是比较oversize一点的针织呢 就可以结合衬衫 让它这个oversize感觉更明显一些 就比如说衬衫也不要扎进去 就整个两件都是这样松下来穿的 然后搭配一个高尔鞋 让人们看起来更精神一点 总之就是根据自己这两件 叠搭的单品 它的松紧和风格的状况 来决定你具体穿的时候是要怎么整理 那接下来这个signity呢 就是我自己平时出门的时候 非常喜欢穿的一个类型 就是一套马上就可以出门的这种 不需要想说我要搭配什么裤子呀 我该搭配什么外套之类的 它就是一件 然后出门去超市 或者说附近的地方逛街都ok 那夏天的话我就是会单穿一下 然后搭配这个几皮的包包什么的 就是比较过心理 那像秋天的话这样穿可能就会比较单调 而且也是过于下装嘛 所以秋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搭配皮带 我这次是搭了两个皮带这样 因为如果系一个的话 就会显得太细很单调 然后我想把它系成两个 特别是我在看了麦克坤的秀场之后 我觉得它的那个两条皮带 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自己想说可以用自己同款的 不同色的两个皮带 同样做一个类似的搭配 那我就需要先把它这个皮带这样扣在一起 然后像一条很长的皮带一样把它系在身上 那系上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背面就非常的ok 背面其实看起来是一条 因为它们两个会重叠在一起 然后正点的话 因为皮带扣是没有办法重叠在一起的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宽的两条 这样的话也可以显得自己整个腰线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我会再搭配一个比较重一点的靴子 因为这个皮带是比较重的 就要中和这个过于线的裙子的感觉 像这个裙子的话 因为我自己是选了一个适合我身型的嘛 就是我一直都是需要一个看起来很宽的这种衣服 那如果是不同身型 或者说它这种比较有蕾丝 这里有些设计会显得比较壮的女生 可以选择这里设计更简洁一些的 就是不要有这种装饰物的 它配的包包呢我也是没有换的 因为它也是可以跟整身的这个颜色呀 帮助感觉放在一块 那这个就是我近期比较方便出门的 第二个穿搭 那接下来呢就是最简单的夏天的白T的羽仔裤 像今年的话羽仔裤就是这种直筒的 全长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今年有两个非常大的 对于我来说是SDRC用的年代 一个就是2000年嘛 就是现在很多穿搭都会 往前几年的那个风格走 然后还有就是disco的那个年代 就也很不灵不灵的那种 但是不灵不灵的那种可能对于我的风格来说 要插入一些单品还是比较适合在秋冬叠搭的部分 因为我不会很大面积出现亮眼的单品吧 那秋冬的时候呢就可以叠搭一个这种的 也是一个不灵的毛衫 但是这个跟我上一个那个脸子不一样的话 这个是一个本来也是夏天穿的毛衫 之前我跟大家在视频中也分享过 是单穿它的 就是夏天单穿它也很好看 初秋的话就可以它和白T搭配在一块 也会有一个叠搭的效果 逻辑是跟第一套类似的 但是因为单品的选择不同 所以风格也变得不同了起来 这一套就非常的酷 第一套呢是更学生气 因为选择的是衬衫 并且有一些剪裁设计的领子啊 或者说围巾之类的 那这一套完全两件单品 都是比较男性化的 比较酷感的 那搭配在一起的话 也会非常非常的中性 因为为了中和它的整体感觉 要搭配一些比较女性化的项料 那这种的穿搭简单逻辑 就是像我第一套的那种 荷叶边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有设计的单品放在一块的话 就可以减少这种配饰的使用 那像这种比较单调 整个这里的面积会比较空 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 就可以加这种明显的首饰作为搭配 那最后一个 我最近经常穿出门的一个穿搭 就是小挖背的坦克背心 搭配一个平常的九分牛仔裤 然后一个西装外套这样 然后因为是初秋晚 所以说西装外套 我觉得不要穿的太深色 或者太重了 所以这个西装外套 就蛮合适这个天气的 首先它是一个这种 比较浅色细色的格纹 还算很清新 厚度呢也是偏薄的这种 非常适合在20度上下的时候穿 这套除了用到了 我夏天特别成功的挖背背心 包括牛仔裤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有两种穿着风格 只需要更换一些鞋子 和配饰就可以 那首先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种 就搭配比较有潮一点设计的 比如说这个渔夫帽 就它搭上的时候就这样子了 我现在完全看不见镜头 就是它会遮住一些视线 但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是 它特别适合现在在法国 需要戴口罩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如果想出门 又不想就弄头发或者化妆的话 就可以戴一个这样的渔夫帽 或者说帮球帽之类的 然后再戴一个口罩 我搭配了同系列的这种包包 就是都是这种比较千禧年风格的单品 这两套的一套的话 就显得造型非常年轻化 所以我也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好走路的平立鞋这样的 然后它们的风格就是可以 契合在一起 但这套因为它是西装外套 所以如果把包包的鞋子 还有帽子换掉的话 它有时候变成一个非常适合上班 然后很lady的一个传达 那我现在把包包 换成一个比较正式 比较女性化的鞋子的话 换成马列真鞋 整个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一个都市干练的装扮 比较顺的去上班呀 或者说更成熟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穿搭 就是可以跨比较宽的年龄段吧 可以接口一点 也可以通勤一点 所以是我觉得平时出门 就是如果需要应付 不同的场合来说 比较好实践的一种 简单的穿搭方式 那好了 这周的快速出门穿搭 就到这里了 其实是非常偷懒的 出门穿搭方式 但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我自己生活中 其实用的更多的一类穿搭方式 所以我准备之后经常 或者说每一个季度 都跟大家做一两个这种 真的日常出行 比较合适的一些传搭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竖屏的形式 大家还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